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点是赤巨子哦 那我们看看吧 第一步呢仍然是加入透明浇水 倒倒倒倒倒哦 好 第二步呢我们慢慢的倒入清水 一定要慢一点哦 倒入的水量是浇水的两倍 好了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入隐形眼镜护理液 嗯 我们边加入呢边搅拌一下 嗯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小勺小苏打 可以 不要加太多 好 然后我们搅拌一下 现在呢就拿出来我们的口红咯 嗯 一共有五肌哦 嗯 哇 这么强一根 哇你那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我看一下这个颜色 应该是偏粉色的 嗯 我觉得是深红色的 对 那现在呢这五只口红 它们马上就要被我们融化掉了 来吧 我们用这个小勺子呢 把口红给 懒腰截断了 这个手感不错 你要不要来尝试一下 我来融化另外一段了 啊像巧克力耶 对真的很像巧克力一样 对我们依次把它们全都给熔断 就拿到微波炉里加热半分钟 我们再回来看一看 嗯 我们刚刚的口红瞬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对 就像草莓酱 嗯 把它倒进来 倒进来吧 那我们的史莱姆都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的史莱姆都已经做好了 弹性 那我们的史莱姆都已经做好了 非常好哦 是这样的 它里面呢还有一些没有 没有把它磨开的 没有融化的口红颗粒 就有一点点像那个 红丝绒 像小草莓一样 对我很喜欢这种夹水史莱姆 因为它很Q弹 对它们每一个都 手感非常柔软 对非常柔软 因为这种夹水史莱姆加的水比较多 我们的口红挑战还是算成功的 比较成功的 比较成功的 不过呢会弄的满手都是口红 其实最后呢我要向大家揭晓一个秘密 嗯 什么秘密呢 我们今天用到的口红呢 不是昂贵的口红 是15块钱5支的口红 对 其实非常便宜 对我们用来做一个实验 总是实验还是成功的 而且这个夹水史莱姆还是非常好玩的 对它的手感真的特别好 小朋友们在家也可以试一下 对 那喜欢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千万不要忘记 订阅我们给我们点赞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